男人挥了挥手 便便就跳了起来 一步步朝厕所走去 一个纵身跳进马桶里 这是怎么回事 吓得他赶紧找出82年的茅台压压惊 可一不小心 把酒瓶碰倒 酒洒到池子里 维斯基 回到酒瓶里 结果什么都没发生 他这才长出一口气 随后无意间挥了挥手 下一秒 酒真的回到瓶子里了 原来说出愿望后 挥挥手才有效 这瓶酒是不能喝了 然后说 自己换成一瓶新的酒 酒瓶蹦蹦跳跳下了楼梯 来到酒馆前 他直接打碎玻璃 跳了进去 这时报警器响了起来 还是逃命要紧 附近的FBI听到声音 迅速赶来抓住了他 让我在家和Dennis一起吃晚饭 结果 吃的那就一个香 原来早上去学校时 不小心被汽车碰倒 这时一道绿色能量 正好射中手心 疼得他不断甩手 车主就爽歪歪的摇晃起来 来到学校后 看到教室里打闹的学生 无奈的看起了报纸 中午去食堂吃饭时 随口发了句牢骚 我会让外星飞船炸掉10C班 只听轰隆一声 大壮急忙跑到教室 打开门一看 教室被炸得面目全非 回到家后 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他这才知道 17班的爆炸是自己造成的 于是许愿道 人家死去的人 全都重新活过来 没想到火葬场的尸体 都坐了起来 把开门的老大爷吓尿了 与此同时 墓地里的坟裂开 尸体都钻了出来 里面还有个远古巨人 他们在马路上游荡 突然大壮听到声音 从门风里望去 窝了个乖乖 在某外面都是丧尸 赶紧收回了刚才的愿望 丧尸瞬间不见了 然后又许愿道 让爆炸事故从未发生过 瞬间他就回到爆炸之前 随后来到教室上课 看见打闹的同学 他叹了口气说 让10C班变成模范班机 下一秒 学生们坐得整整齐齐 学渣秒变学霸 一个个如基斯可的学了起来 下课后看到校长正在训人 他有点害怕 许愿道 让校长改变态度 对我客气一点 说完就走了进去 当校长看到他 上来主动握手 对着大壮一顿夸赞 他觉得自己非常帅 对着玻璃许愿道 让我变成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怎么没反应呢 刚一扭头 就被几个人拖到车里 还被一群黑衣人刺杀 幸好防弹车质量不错 总统先生 这些是您要签署的文件 这个是以色列的资料 这个是阿富汗的 这个是叙利亚的 这个是特不靠谱的 小心 防弹玻璃都被打穿了 当总统真危险 我不干了 我要最聪明的大脑 他就成了爱因斯坦 让我有个好身材 随后就有了八块腹肌 让我能看见楼下的小美 楼板瞬间就消失了 吓得小美一声尖叫 让我不能看见他 他就变成白内障 吓了他一跳 赶紧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有了超能力 当然要炫耀下 可小黑根本不信 他走了几步说 告诉我们你的前世 骷髅就手无足道德 说了起来 滔滔不绝 简直就是个话牢 大壮嫌他话多 行了 你从窗户跳下去 得嘞 他一个后空翻 撞碎玻璃跳了下去 正好被校长接住 小黑以为是魔术 问你能变一朵花吗 当然没问题 我还能让整个屋子铺满花 随后校长带着骷髅 上来兴师问罪 可看到大壮后 他出奇的客气 你可真淘气 旁边的小黑都看傻了 到了晚上 让住在楼下的小美爱上我 下一秒门铃就响了 上来就是一顿啃 衣服 衬到我身上 衣服自己就走了过来 穿了上去 只要能动嘴 他绝不动手 吃个早餐 叉子主动把食物送到嘴里 书还会自动翻译 狗狗在旁边叫个不停 他不知道狗狗在叫什么 大壮满足了他的愿望 晚上小美来到大壮家 大壮给他变出最美味的晚餐 并把他有魔法的事说了出来 这时小美的追求者小帅 从窗户里进来了 把枪扔掉 他们两个打了起来 大壮手一甩 小帅就贴到了天花板上 去墙上玩会儿 随后头吵下 就塞进花盆里 还说只要你不追小美 这一百万就是你的 可高兴没两秒 钱就消失了 得知大壮真有超能力后 小帅拿起花盆 将大壮撒晕了 随后露出邪恶的笑容 他把大壮绑了起来 让他将纸上的内容读出来 英国男人长着猪耳朵和鸭子脚 大街上就出现这一幕 还穿着粉色制服 紧接着出现一座金衫 第666条之后 大壮就这样了 这时小美突然闯了进来 大壮趁此机会 取消了所有愿望 小美不想搭理大壮 因为她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大壮 害怕这一切都是魔法的作用 大壮非常伤心 她不想要超能力了 狗狗说可以把超能力给我啊 反正我只听你的话 大壮就把超能力给了狗狗 问狗狗的愿望是什么 我想用这份魔力 把源头给毁灭 永远的 只见一道绿光闪过 光柱击中了未知星球的飞船 然后光柱又射向其他星球 原来所有一切都是外星人的阴谋 他们想知道 如果地球人有了超能力 是不是会变得更美好 否则就把地球毁灭 结果他们被狗狗消灭了 大壮找到小美后 向他展示自己没了超能力 最终两人走到了一起 如果你有心想失诚的超能力 最想做什么呢 男人轻轻一碰 扫把就成了扎扎灰 拉了下把手 抽屉就飞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突然一只苍蝇飞来 他轻轻一拍 桌子就推出十米远 然后伸手一抓 攥住窗角 用力一拽 空间扭曲 随后就出现一个大洞 屋里的东西都被吸了进去 他一低头 捡起胶带 扯了一百米后 弄成一团 朝大洞扔了过去 下一秒 空间裂缝就被粘住 看到屋里被弄得乱七八糟 他放弃了这种超能力 然后插上插座 来到跑步机上 把速度调到最大值 可这还不过瘾 他不断加速 越跑越快 突然身上冒出无数电弧 下一秒 光芒一闪 就出现一团火焰 然后慢慢向四周扩散 小帅健壮 急忙跑到水池边 拿起一个杯子 想接点水 没想到水流得非常慢 半天就流了一点点 眼看火焰越来越近 他拿起杯子 泼了上去 这才逃过一劫 看来极限速度也不好玩 下一个超能力是顺风耳 他手一用力 顿时无数声音传来 公交声 吵架声 打呼噜声 做饭声 甚至还有孩子的哭声 他彻底崩溃了 急忙掏出二塞 看来这个超能力也不行 紧接着拿出一个电路板 组装完成后 安上变压器 随后转动按钮 瞬间他就缩小了一万倍 所有一切在他眼中是那么大 然后转向另一边 他就放大了十倍 这也太好玩了 他不停地转动按钮 速度越来越快 突然冒出一阵电火花 他不停地变大缩小 根本停不下来 这下完了 他一用力按钮掉到地上 他也停止了变换 不过成了迷你小人 如果是你 你喜欢哪种超能力呢 窝了个乖乖 猫咪竟然在电线杆里散步 男男的头也不见了 胳膊一点点露了出来 这个白人小伙更是诡异 手里的东西变来变去 最后变成一杯奶茶 定睛望去 车头不断被拉长 足足有十里地 汽车漂浮在空中 大楼一点点露了出来 房车上长出一棵大树 下一秒就消失不见了 二翠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不一会儿就来到公司楼下 墙面不停地变换 人在空中行走 保安想拦住他 却被无视了 然后直接走进墙里 往那一站 人快速向上移动 仔细一看 电梯就在他旁边 来到公司后 从桌子里穿了过去 无数巧克力涌了出来 他只好落到一边 继续前进 突然地面裂开 二翠就掉了下去 窝了个乖乖 大楼破裂 空中有无数碎片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原来米国封锁华为5G技术 导致信号传输不稳定 信息传递时 总是出现卡顿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的网络出现卡顿 会怎么做呢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